我们来看了一份数据是一份外卖订单的数据 我们要回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哪间餐馆它的订单是最多的 然后它的销售额哪家餐厅销售额比较好 顾客点外卖点的最多的是哪些菜品 以及在一天当中 哪一个是外卖最火爆的高峰期 点单的时间比较的集中活跃的阶段 还有就是顾客最喜欢的菜品是什么 以及最活跃的 就是说点外卖最活跃的区域有哪些 大概就简单的就这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受欢迎的菜品是印度 是印度北部的一些菜品 接下来就是非洲菜也还不错 然后外卖最火爆的区域是地区 因为它把整个外卖区域分成了四个区 然后地区从销售额还有订单量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外卖订单最多的餐馆是 Amore还有排列第二的是Cape Hotel 其实Cape Hotel还不错的 它的外卖销售额最高的餐馆有两家 一个是VIA Restaurant还有Cape Hotel 所以Cape Hotel就是说它订单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销售额也还不错 然后顾客点的外卖最多的就是非洲菜 然后外卖最活跃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大概就是下午的6点到 一直到晚上的9点 这个就是个高级 好这就是今天点 给大家看到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